大家好,歡迎來到百願英文,我是蔥油餅老師。 今天很特別,我們今天不要學單字,我們要學一個說法。 Into the fray,這個說法非常好用。 不是每天都可以使用到,可是其實還蠻使用。 Into the fray,代表參與戰鬥,或者是做其他比較有挑戰性的事情。 在這個說法裡面,fray,這個詞代表戰鬥,或者是戰鬥的地方。 Into the fray,就是我們去參與這個打擊,或者是戰鬥。 那麼,我們平常使用這個詞也可以指下江湖,或者是參與一個有競爭,或者是類似的情況。 我們來找一個例子吧。E.M. Forster,這個作家,在他的小說裡面,A Room with a View,這個小說好像有被拍成電影。 中文的電影名稱叫,戶外有藍天。 這個翻譯還好。應該要,A Room with a View,應該要直接翻譯成, 趙湖之房。 就是戶外,戶外有風景的房間。 因為這是故事裡面蠻重要的一個場景。 就是這些旅遊,這些旅客在辯論誰要住有比較漂亮風景的房間。 可是大家太禮貌,大家都要禮讓別人去住。 有點好笑。 不過,這個小說裡面,Forester有使用到這個說法, into the fray,他寫說,if she rushed into the fray, 當她進入這個競爭,herself, she would be first censured, then despised, and finally ignored. 這個女生,如果自己去參加競爭,她會先被批評, 然後後來大家會討厭她,然後最後,大家就會把她當作不存在一樣。 Centure跟Despise,我們之前有學過對不對? 如果大家沒聽過,那可以考慮看我們這個頻道, 我們這個channel之前的video裡面有介紹到。 那麼,into the fray,這個情況下,我們是說,她如果自己出席,自己去參加競爭。 我個人平常使用到這個詞,可能可以指,如果你的朋友已經退休了, 那她好像又要下江湖了,你可以問說,will you go into the fray again? 來,我們練習一遍,will you go into the fray again? 大家要講出來才會記得,will you go into the fray again? 嗯,講得很好! 學英文,就到百願,現在英語家教! 掰掰! 大約龍,現在是你終於傷害了嗎? 我們看一下多久,我們在 bookings Find Your Trick